佩洛西新冠检测结果转因 台当局随即躁动再次邀访 美媒曝光美海军所谓台海冲突 兵棋推延 美军高官声称要台湾人自己上 如此挑唆会给台海安全带来什么威胁 这个实际上更多的 它是以台湾人民的生命为代价的 是非常危险的一种鼓噪 所以它现在应该是已经豁出去了 它的事项非常差 不断地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 就设划问题上表现出这种反华的立场 日媒声称美英澳 你要日本加入奥库斯联盟 多个西方国家与日本展开密集外交活动 美英澳的奥库斯小团伙是否会扩张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 日本确确实实有这种想法 但是我相信安格鲁萨克逊 这个组成的这样一个三边机制 不可能允许其他方来享受这样一个福利 我想暂时的反对或者是相关的否认 并不意味着今后就不加入 夺防蓄力顿巴斯大战 美国防部召集八大军火商 与加快对乌克兰的武器输送 美前国防部官员直言 乌克兰炮火连天 美国有人却在开香槟 俄乌冲突局势将会如何发展呢 《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宁钊 最近美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的新冠检测结果 有氧转因 同时也在窜访台湾地区的问题上 进行着政治操弄 与此同时美军被爆进行了一场 所谓台海冲突的兵棋推演 具体内容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当地时间12号 此前感染新冠的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 新冠检测结果转因 解除了隔离 佩洛西原定4月10号篡访台湾地区 后因新冠确诊推迟 目前她已经转因 民进党当局随即又再次邀访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 佩洛西议长应该做的是立即取消 而不是推迟有关访问 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 立即停止勾结外部势力 谋独挑衅的图谋 值得注意的是 美军参联会主席马克·米利 日前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 谈及台海问题时 妄言要阻恶两岸统一 但据提到如何协助台湾时 他又称最好是台湾人自己来 还再次拿出乌克兰举例 声称美国会同样提供武器 在米利此番言论之前 美国媒体巧合地披露了一份 美国海军分析中心 针对所谓台海冲突 进行的一场兵棋推演 并煞有其事地设计出 所谓台海冲突的四种场景 此外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 帕帕罗日前也渲染类似观点 称台湾必须把自己 变成难以锁定的所谓动态军队 必要时需出动整体社会 一起加入所谓防御作战 对此 岛内有分析指出 在美国的印太战略里面 台湾地区不分男女老幼 都要投入战场 那么美军企图让台湾地区 变成所谓动态军队有多险恶 美方摆出阴阳帘 民进的当局仍勾连无底线 会给岛内带来怎样的灾难呢 防御新观察马上解读 欢迎两位 首先请教两位的观察 我们看到这个 佩洛西的新冠检测结果 从阳性变成了阴性 那么台当局随即再次躁动 您觉得佩洛西的出访计划 会发生什么变化吗 另一句事情 我觉得应该这样看 比如说四天的时间 是不是就是一个真正的 就可以完成一个 从阳性往阴性的转换 更多的可能还是个策略的调整 就是我先抛出一个消息 来试探大陆的反应 如果反应非常激烈的话 我就做一个战术上的处理 或者技术上的处理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当下的它一个策略 但是比如说 它真正转为阴性以后 是不是就彻底地不去了 我觉得我们也很难这样讲 这样判断 原因是在于 就是目前美国部分政客 在炒作中国威胁方面 是不遗余力的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它是很多的方方面面的 我们可以看到的 比如说从出台的一些报告 包括这次我们看到的 这个所谓的兵器推演 这样这个都是在大的背景下 就是中国威胁论的背景下出现的 这个是不奇怪的 那么另外 实际上在目前 很多的关于国会的 对于相关的国防领域的投入来看 美国在加大 整个对印太地区的投入 比如说太平洋威慑计划 大家知道 最初提出来的时候50亿 那么增加的20亿 就是美国政客提出来的 就是总统拜登提的这个方案 他觉得还不够 我还需要再追加20亿美元 所以我们要是从这个意义来看 那么显然 就是目前的某些美国政客 在对华政策方面 比美国政府甚至更激进 所以我们会发现 实际上他这次 整个的就是调整 比如说他这个阳性阴性的 这个转换 是在拜登政府的第三次 对台军售 这个背景下进行的 然后我避过这个风头以后再去 应该说这个也符合 美国政府一贯的 对台的切香肠的策略 所以我研判的就是 未来他去 应该说也是一个大概的时间 陶先生您的观察 应该说佩洛西 作为美国权力架构当中的 三号人物 就排在总统 副总统之后 这样一个政要来说的话 他串访台湾 至少有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个方面 就是美国现实政治的需要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马上美国进入了 中期选举季 那民主党现在的支持率 并不是很高 包括拜登总统 也创了历史的新低 4月份的民调显示 他的支持率是42% 这在过去的话 非常罕见的 才执政不到两年 就这个支持率掉得这么快 所以从党派利益 从个人政治的需要来看的话 他一定要炒作这样一些议题 从而把民众的注意力 吸引到这方面来 那么从佩洛西本人来说的话 他一直拿着反华 拿着仇视中国 作为一种视野 包括不断地在 几乎所有的问题上 就涉化问题上 表现出这种反华的立场 其实他也是靠这个起家的 正是由于他这种反华的立场 才是他自己在 美国政策上步步高升 所以从他自己来说的话 他现在已经80多了 那么对他如果说 能够继续博取 众议院议长这个位置 在这样一个权重上 就继续发挥他的领导作用 他是需要一些炒作的 而最大的现在一个炒作点 就是利用台湾 所以他现在应该是已经豁出去了 他的事项非常差 没有什么底线 没有法理方面的这种约束 他只要能够保住自己的位置 能够为民主党 争得一些好处的话 他会铤而走险的 同时我们注意到 现在美军参联会主席 也摆出了一副阴阳脸 非要把中国台湾地区 和乌克兰扯在一起 还叫嚣要阻恶两岸统一 但是被问到说 具体怎么做的时候 他却说 让台湾人自己去打仗 李女士 我们看到在马克米丽 说这句话的时候 美军被报说 进行了一个模拟台海冲突的 兵棋推演 美军还声称 台湾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 难以被锁定的 所谓的动态军队 这是什么阴照呢 应该说兵棋推演是这几年 特别是近几年 就是美军模拟台海冲突前景 做的一系列的推演的一部分 让它整个兵推 一个重要的一个着眼点 就是来烘托和渲染 一种可怕的氛围 就是认为大陆一定会 以武力手段来解决谈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 那么更多的推动 比如说岛内 它的体系构建的转型 作战能力的转型 包括美国对台海 介入事态的选项 我觉得这里面的伤 更多的还是比较危险的成分 更多的还包括米利本人 我们知道除了这次 他的表态以外 实际上就在前两天 4月5号 他不是还讲过吗 他觉得台湾应该学习乌克兰 对吧 他是公开地讲的 学习哪些东西呢 第一个就是每一个 他认为台湾的适龄的男女 都应该拿起武器 这个他讲就是向乌克兰学习 实际上都是相当于 把目前本来是 比较好的一个 两岸的形势 在推向一个非常恶劣的边缘 所以最终这个目标呢 我认为他就是要实现 就是以台制华的这个方案 尤其这个动态军队的概念 只要动态军队呢 他用的就是一个 就这次在整个兵推之后 他提出一个概念 所谓动态军队呢 就是这个军队的规模 是不是固定的 它的动态体现在 可以更多地扩充一些平民 就是我们前面所讨论的 让更多的适龄的男女 哪怕他们没有经过军事训练 也要拿起武器 投身到可能的战场 那我们知道 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个前景 没错 就是你没有战斗经验 是吧 你只能是炮灰 但是呢 你又按照目前的 整个这个战斗力的 扩充的这个模式 你又算作兵员 那么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呢 更多的 它是以台湾人民的生命为代价的 是非常危险的一种鼓噪 再来看看我们周边 林肯号航母时隔四年 再次进入朝鲜半岛东部海域 与日本自卫队进行联合训练 甚至有消息说 美英澳三国您邀请日本 加入奥库斯军事联盟 防务新观察稍后继续 据日本产经新闻12号 援引多位政府官员消息称 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三国 分别在非正式场合 邀请日本加入奥库斯联盟协定 并称美英澳三国希望在 高超音速武器 电子战 网络 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 等先进技术领域 与日本技术能力产生协同效应 对此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松野博一 13号在记者会上进行了否认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上个月曾在日本防卫大学 毕业典礼上再次提及 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这一概念 并表示该地区除美国以外的 两个伙伴国家 分别是英国和澳大利亚 日本与英澳两国 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还签署了国防设备 和技术转让协议 另据美国海军研究学会 新闻网报道 美军林肯浩核动力航空母舰 日前驶入朝鲜半岛东部海域 再次进入该海域 韩国媒体普遍认为 美方此举已在威慑 近期多次进行发射活动的朝鲜 值得注意的是 与美军林肯浩航母一同行动的 至少还有四艘日本自卫队舰支 美海军第七舰队发言人 兰福德声称 林肯浩航母打击群 正在朝鲜半岛与日本之间的水域 同日本海上自卫队 展开所谓例行训练 近来日本还展开了 密集的外交活动 4月12号 日本与意大利两国时隔五年 再次举行防长会谈 德国总理舒尔茨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 将在本月晚些时候 到访日本 下个月 日本还将举行 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会议 美国总统拜登将首次访问日本 那么日本近来 如此密集的外交活动背后 有何盘算 日本真的会加入 美英澳的奥库斯联盟吗 防务新观察继续解读 请教两位的观察 我们看到现在日媒放出消息说 美英澳正在邀请日本 加入奥库斯军事联盟 但是日本政府 随即否认了 两位认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消息传出来呢 那日本加入的可能性大吗 滕先生 即使日本想加入美英澳 也不可能同意 林女士 我想暂时的反对 或者是相关的否认 并不意味着今后就不加入 滕先生请 从现在来看的话 美英澳三国的奥库斯 这个小团体 它其实是有自己的种族 或者是海洋国家背景的 因为都是安格鲁沙克逊人 同样都是海洋国家 所以我们也看到英国长期以来 也是跟着美国靠得非常近 不管是在地区干预 还是英国的武器装备发展 比方说英国的核武器 其实就是在美国一手的支持下 就完全照搬过去 那么澳大利亚长期以来 也自身感觉到 它跟美国应该是核心圈里边的核心 所以有这种奥库斯 就是美英澳三国的同盟机制 应该是一个非常特立的选择 至于说日本方面 它确实是想着加入到这个组织当中 或者加入这个同盟当中 但是很难 因为从日本方面来 确实是希望有这样一个安排 你比方说我们看到 日本前首相安倍也讲了 要一个合共享的问题 如果说加入到奥库斯的话 那它肯定会 在这方面会有一定的突破 所以日本的小算盘打得非常清楚 但是在之前 其实美日英澳 已经有了一个四倍安全机制 所以在这个机制当中 日本可以拿到 它想拿到的一些东西 但是不能全部实现 比如说在核动力方面 那么我相信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都不会同意给日本这种能力 因为卡住日本的相关核心技术来说的话 这是美国控制日本一个重要的手段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 日本确确实实是有这种想法 主要还是希望借美国这条船出海 但是我相信 安格鲁萨克逊组成的这样一个三边机制 不可能允许其他方来享受这样一个福利 那滕先生认为加入的可能性很低 但是李女士您说 现在的否认并不代表未来不会加入 请教您的观察 因为我觉得特别是在拜登上台以后 我们会发现印太区域出现了很多多边的架构 美国在整个印太区域 它确实实力不逮 就是它整个的实力下降的时候 它需要把盟友放出来 就是它也希望利用日本目前的 整个全球化的心理 它上也打造的是全球化日本 就是利用它的心理 而且利用它的突破战后体制框架的 这种自己的主观意识 当然可以把它放出来 让它在更多的框架下产生这个作用和行动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应该说是存在的 那么从现在我们说 从不同的角度 我们看一下这几个联盟关系 我们会发现 你比如说美日印澳更多的 实际上它是从一个地理空间 就是你看日本 澳大利亚 包括印度 它上整个覆盖了印太的全范围 那么这个是四边的 它的很重要的 就是你守住你的区域这块 发挥你应该有的作用 美国的印太战略就实现了 我觉得这是它的功能 那么我们说再看这个五眼联盟 它是从功能角度 就是情报共享 利用不同的区域的情报的共享机制 使得美国获取到整个印太区域 甚至全球的这个情报 这是一个概念 而如果说三边 我认为将来的 包括美国 包括英国 包括澳大利亚 它上的更多的 我认为它可能还在产业链 就是科技方面的合作 可能会更多 而在这个里面 如果说从科技要素来讲 把日本它的先进的技术 先进的资金 而且更多的 就是它的那个 比如说有的 实际上是日本独有的技术 澳大利亚也未必有这样的底气 那么形成一个 它的高技术的产业联盟 那么对于其他的大国 包括印太地区的大国进行遏制 那么这个我觉得 将来应该说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比如说太空合作 是具备这个基础的 因为澳大利亚它本身有地面战 就它有很大的地理方面的优势 那么同时 日本有很强的航天产业的优势 对吧 我搞太空的合作 搞网络的合作 同时搞这个芯片 半导体行业的合作 那么有没有可能 从这个角度来讲 那么有可能将来它会加入 那您觉得一旦 这个日本如果真的是加入了之后 会对这个全球的安全 带来怎样的危害呢 我觉得最大的危害 是把日本真正地放出来了 就是最初打造的 可能是一个产业链 比如说我半导体 包括芯片 这个高端产业 但是后续的合作 有没有可能就到了核动力 就自然过渡到 因为你给 对啊 你给澳大利亚提供了 就是在这个概念上 有没有意味着再次突破的可能性 所以我是觉得这里面的危险 那恐怕轰动更大 近日不断对俄乌冲突 火上浇游的美国 竟然召集了八大军火商 加快向乌克兰输送武器 俄总统普京直言 谈判进入了四胡同 我们来看短片 当地时间12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目前乌克兰已经偏离双方 此前在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共识 谈判进入死胡同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 波多利亚克 则在一份书面评论中表示 目前乌克兰与俄罗斯 进行的谈判非常艰难 但谈判仍在继续 与此同时 普京在与白俄罗斯总统 卢卡申科 共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 俄白两国将加强一体化进程 以应对西方制裁 邻居外媒报道 当地时间4月13号 美国总统拜登 批准向乌克兰提供 价值8亿美元的 额外军事援助 包括火炮 炮弹 装甲运兵车 以及直升机 白宫此前表示 自俄乌冲突以来 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 超过17亿美元的安全援助 同一天 美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 与美国八大军工企业的 领导人举行保密会议 讨论加大对乌克兰的 武器供应等问题 美国防部还重新 组建了一个团队 以加快美国政府 批准美国国防承包商 生产武器的销售和转让速度 曾在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 工作多年的 弗兰克林斯平尼 专门直言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五角大楼 游说公司 在华盛顿的聚集地K街 军工企业 以及整个国会大厦内 都在悄悄地开香槟庆祝 召集八大军火商 加码武器输送 美国此番火商交友的动作 会如何刺激俄乌冲突局势呢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请教李女士 我们看到现在美国防部 是召集了八大军火商 商讨乌克兰问题 他们想干什么 我觉得我们会发现 美国现在对乌的军援 已经上升到政府 大规模组织的层面 这个信号非常危险 因为大家知道 这次这个90分钟的会议 更重要的就是 国防部和八大军火商 直接面对面 那么提出军方的需求 由他们在联合生产线上去落实 所以现在呢 大家会看到很多知名的巨头 比如说洛马 波音雷神 格鲁曼 还什么 包括L3 就那个哈里斯 就这些公司 全进来以后 下一步呢 我觉得它会让这个局势 变得非常危险 因为大家知道呢 军火商是逐利的 就是在我讨论 可能向乌克兰援助的过程当中 我肯定不会光选择卖标枪 那才多少钱啊 我要选择 把我最重磅的武器卖过去 最挣钱的武器卖过去 那当然我就是重武器 重火器将来就会突破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 先期当然会使什么 标枪一些反坦克导弹 那到后面以后 它会不会卖它这个15毫米炮 M109 A6 大家知道那是全自动的 那个火炮本身 它打出去的那种 也是激光制导的 就相当于 我用普通的火炮 打出的是精确制导的炮弹 那么这种武器 真正卖到了 顿巴斯的前线 我觉得这里面存在着 非常危险的因素 而且现在不是有一句话吗 就是现在 真正俄欧冲突以来 包括美国的一些军火商 包括一些游说机构 包括美国官部 都在开香槟庆祝啊 因为它挣钱了 就是我没有一兵一卒 进入到乌克兰 我没有任何的牺牲的担忧 但是呢 我的装备 源不断地滚动性地进去 而且现在如果说 和军火商开过会以后 那下不意味着 我加速生产啊 就我现在可能库存还不够 我还要加速生产 乌克兰更多的需要的 这些武器 我再送进去 那美国就是 有系统有步骤的 大规模地 在队伍进行军援 这个信号是非常危险的 其实李女士 刚才提到的那个点 特别的讽刺啊 就是乌克兰现在是炮火连天 但是美国有些人 却在开着香槟庆祝 您怎么看 这是美国的传统 也是现在美国内政和外交 被一些利益集团 所绑架的一个具体结果 我们知道 拜登上台以后 他公开讲 他不会进行冷战 也不会把美国大兵 派出给大大沙沙 但现在来看的话 俄国冲突之后 我们看到 美国不单向乌克兰 提供大量军火 而且直视北约 已经深深地卷入到 这场冲突当中 那么从武器装备的 提供来说的话 刚才讲了 美国国防部召集 八家重要的军火企业 开会协调立场 那么怎么样 进一步加快生产的进度 因为现在经过50多天的 这种作战行动 其实对于美国 还有欧洲一些国家来看的话 它的这个家底 就是仓库里边 这个库存 已经完全清理干净了 所以现在要加班 加点地生产一些武器装备 这是一个方面考虑 就是说提高 它的这个武器采购的量 同时加快生产 但是现在来看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刚刚拜登总统批准的 8亿美元的军援 它其实已经包含了 包括火炮 包括装甲车 包括直升机 就是说来了一个质的变化 随着乌克兰战场上情况的变化 特别是俄军收缩以后 那么美国 还有欧洲的一些国家 开始升级 它的军事援助的一个规格 包括重型装备 现在也慢慢慢慢进去了 比如说表面上看 是给乌克兰提供道义方面 提供军事方面的支持 那么其实如果看一下的话 这个钱并没有跑出 美国的这个国土范围之内 它其实从政府手里 把这个钱拿下来 比如说拜登总统提出来 这样一个8亿美元的援助项目 在国会来说的话 它要批准 国防部的话 也要组织军工企业进行生产 其实就从把政府的钱 把纳税人的钱 转到了一些企业口袋里边 企业的话 当然也会把一些钱 返给包括国防在内的政府 比如说洛克兰的马丁公司的股票 这一个月当中 我们也看到 它已经涨了28% 所以通过这种漫天过海的运作 其实把钱从纳税人口袋里边 掏给了军工复合体 而美国现在整个一个经济也好 政治也好 都是被这些利益集团 所绑架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林女士 我们看到现在普京表示说 要加强俄白的一体化进程 这又是什么招数呢 因为大家知道 从目前这个俄乌局势来看 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双方的对决 包括战场的对抗 战场是俄罗斯和一个强大的 北约集团的对抗 所以大量的 源不断的 不仅是武器的运进 而且包括大量的制裁手段的并用 这是当下俄罗斯面对的客观现实 那么怎么去反击呢 我觉得可能从最 一个直接的渠道 就是以一个联盟 对抗另一个联盟 那么这个力量会变得更大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们会发现 普京现在做的是两件事 一个就是进一步的加快 和白罗斯的一体化进程 我们知道这个一体化 它不仅仅包括军事的 也包括经济的各个层面 而这种联合 它很重要的就是 首先从军事上 它让俄罗斯在北部是安全的 白俄的现在这个总统 他不是讲吗 就是绝不允许任何国家 从俄罗斯的背后开枪 它起到的就这个作用 整个让它的北部是安全的 这个就是一体化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实的结果 而同时对于其他国家 比如说吉尔吉斯坦 它现在是这样推动的 一体化防空系统的进行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说一个两个正常国家 你要建立军事同盟关系 可能这个条约特别复杂 而且对方一般下不了这个决心 但是就某一个领域加强联合 这个也是个常态 所以现在俄罗斯选择的 就是和独联体框架下的很多国家 建立的是一体化的防空系统 你包括现在比如说和亚美尼亚 哈萨克斯坦 实际上这个协议是在执行的 那起码中亚片区这些国家 在防空方面和俄罗斯是一体的 那当然俄罗斯在自己 整个这个这么巨大的地幅上 它是安全的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目前所有的举措 都是应对这个战争 可能的拖下去 应对可能的未来呢 北约的联手干预 包括更大规模的制裁的进行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想要获取更多的军事新闻 欢迎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或是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国防时空栏目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